那么我刚才说的问题呢 实际上我们想知道说哪类问题可以使用所谓的流距算的方式来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特征应该是什么 如果问题的属性符合如下的条件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对任何数据处理 比如数据是x 那么新增的这个数据是Δx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处理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函数 比如是fx 那么如果对过去的这个历史数据 我们可以把它表达成过去的一个结果 那么新的这个Δx呢 我们使用另一个函数来处理 比如叫hx 那么过去的结果和这个新增数据之间 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类型的操作 当然这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函数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历史数据加新增数据的处理 可以把它转化为对历史数据的处理结果 与对新增数据的某种处理结果的某些操作 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属性的话 那我们在计算这个fx加Δx 也就是说我们在对新增数据来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需要对全部的数据集x和Δx再进行计算 而只需要呢 把x之前的某种处理结果保留下来 并且和这个增量的Δx处理的结果 再进行处理以后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方式呢 可以看作系统呢 它有一个状态 那么系统的状态呢 就是由它的历史到达的数据 也就是fx来代表的 那么我们每次新来一个数据Δx 那么实际上这个Δx 它就是不断以增量的方式流入到这个系统里 然后改变这个系统 使得系统最后的输出呢 是这个fx加上Δx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就叫做留计算 也就是我们每次不需要从头去 把x加Δx都能够都去处理一遍 那么在刚才的这个例子里面呢 在Twitter Analytics这样一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的输入是什么呢 输入是每一条Twitter的log 和每一次点击的log 那么fx是什么呢 是一个基于时间窗口的累加结果 也比如说是从今天开始 比如从零点开始 或者从这一周开始 对吧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累加结果 那么它如果我们是要统计 包含某一个URL的Twitter数呢 那么它这个fx也就是说 它累加了到目前为止 这个某个时间窗口内 包含某个URL的退次数 如果我们想知道是 对某一个URL的点击数呢 也是类似的 那么这个它的状态呢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时间窗口内的 这个URL的点击数 那么对每一条新的log到来 每条新的log到来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Δx来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处理过去的所有log 也就是说这个x 我们实际上这时候已经没有了 我们现在只有fx 我们只有fx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fx和这个Δx 合起来获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加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地方